你害羞啊 有人说你害羞 我是爱人 我是爱人 刚刚前面 6月17日国内首个影视音乐盛典即将在上海举行 2024年影视音乐盛典 以经典影视原声唤醒时代共鸣 盛典将于6月17日当天在百事TV和官方微博全程直播 并于6月23日登陆东方卫视 今天下午十几年二十分会有红毯直播 盛典那场直播时间今晚19点35分 周深受邀出席盛大的影视音乐盛典 并与众多影视音乐界的大咖共同见证了这一盛事 此次参加影视音乐盛典不仅是对周深音乐才华的肯定 更是对他影视事业发展的高度认可 据悉昨天下午周深已经从成都飞向上海了 期待周深今晚的舞台 最近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玫瑰的故事 我们亦被姐姐表演的也是我们深深现场的OFP吗 您有同步追剧吗 有 但是就是跟之前追剧的时候感受过非常不一样 之前追剧就相对来说大家可能我的歌会出现在比较伤感啊 我还是比较主角 嘎的时候 马上就离开我们的时候 开始不过往飞起的音乐 这次看玫瑰公司就看一看的时候 然后突然听上自己的歌就会觉得 蛤我的歌也会出现在这么精彩的部分 所以我也非常没有想到 是爱人吧 我也是爱人哎 大家都说你是OFT大魔王嘛 然后现在也是比较新的 OFT这个印象也非常深 头跟着具体走 像借过一下走空吹过的晨曦 我刘老师的经典套品真的非常非常多 我们要为大家隆重介绍 我们刘老师在音乐创作领域成正非然 为多目影视剧创 深深 来深深给我们的美女朋友一些时间 我们深深提前大英和光同学 小妹妹等等热门OS 给大家称为是当时务会的OS机之王 6月15日周深9.29赫兹演唱会 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场开场 作物虚席 气氛热烈 天气炎热 周深为到场观众准备了冰冰帖和访问贴 由于下午下了一阵雨 即使晚上降雨概率降低 周深仍然给现场观众准备了雨衣 能做到这些细节的 真的把去见他的歌迷朋友放在心上 除了这些现场舞美升级 音响设备增量 保证观众的舞台观感 还会根据天气和时间等不同情况 准备不同的礼物 只为让每个人都能更好的 享受这一场属于他们的视听盛宴 还有离场为观众准备搭吧等等 谢谢大家 我被你们的爱拯救了 我逃出去啦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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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 然后我们这次演唱会的主题叫 9.29赫 9.29赫 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那么多人听到 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跟我同频 无论是以前大家比较熟悉的我 或者是像新专辑 或者甚至像刚才天堂导致歌这样 比较新的我 所以谢谢你们愿意跟我同频 让我觉得自己不孤单 那好像我没有听到我们看台朋友们的声音哦 你们在吗 这边的呢 确定不是那个荧光棒摆在原地哈 换一换我看一下 成都的朋友们 成都的朋友们你们好 周深成都演唱会与深圳演唱会一起灵异的浪漫不同 这里更多的是因为小意外而制造的各种搞笑文心名场面 演唱会结束 第二天四川日报就在公众号发文说 周深成都演唱会现场人数 据主办方统计 当天入场观众共计34471人 票房收入约2980万元 结合场馆可容纳人数 上座率可为百分百 这不是售票数 是入场人数哦 这是排除一切不可控因素的当天入场人数 每一个都是实打实的人头 说实话很少看到这么透明的数据了 实打实的数据精准到了个位数 报上收入终不得一字造谣 这次都不扎票 确定是人在要荧光棒了 不单单场内场外也很多人在听 扎扎实实的数据 主办方真的赚大了 最后说一下周深演唱会的服装 从上海到深圳到成都 周深的服装和造型一次比一次令人惊艳 比如成都站的雨彻双零 不得不赞一下服装合作方 听从了大家清晰的建议 合作方也发漏失忆的微博说 西君主羽翼 一画百名羽 梦幻之下 这是仙境中化身的一颗脆彩明珠 羽毛的每一处都精雕细琢 每片都如同绸缎 他们层层叠叠一同簇拥少年的华丽优雅 清风明月乘风而起 扶摇九霄真的太适合周深了 中音乐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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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